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他们说 甲的3倍是5 乙的5倍是8 丙的7倍是11 他们说甲与丙 哪一个数最大 那我就把3出过去 这个甲等于多少呢 甲是等于3分之5 乙的话等于多少呢 5分之8 丙的话 等于多少呢 7分之11 你就把它解解看看哪一个大 就可以了 那我把它画解一下 这个刚好是1加3分之2 这是1加5分之3 这是1加7分之4 那我就比较3分之2 5分之3跟7分之4就可以了 我把3分之2 减掉5分之3 解减看 通用以后是15分多少呢 10-9 这等于15分之1 这大一年啦 也就是这个减这个 是大一年 也就是说 3分之2呢 大一五分之3啦 二两边给它加1 这给它加1嘛 这给它加1 那这个就是加1 那这是1嘛 所以这小的加大于1 然后再来这里可以解减看 5分之3 减掉7分之4 通分 7535 分之21 减20 这是3分之1 这是大一年 所以我就想得 5分之3 5分之3减7分之4 大一年 所以5分之3它是大一年 7分之4 那两位给它加1 加1 这多少 这是丙 那这个呢 这是乙 所以乙 所以乙它是大一平的 加大乙 那乙大一平 乙大一平 所以是甲最大 加大乙 大一平 所以是甲最大 加大乙